这一段就是一个简短的Course 就是给一些去参观HK4 但是没有Defensation底的人 去听的一个数学Course 在我们Physics里面 其实我们会很经常 一定会用到Defensation和Inegration 去定义我们的Quantities For example,你在第一课 Kinematics里面学的时候 你就会学到一个词叫Rossi 我们所指的Rossi 就是一定是讲的Incentaneous Rossi 它定义的方法就是 将时间的间距吹得很小 就是DataX除了DataT 那时候就是代表一个Incentaneous Rossi 那怎么做这个东西呢? 或者可以用DX和DT去做呢? 它就牵涉到这个 就是关于Limit的Concept 首先讲两个function function1就是x²-1 overx-1 function2就是x加1 做一个什么function 我们要知道 那个分子呢 其实可以factorize成这样一样的 但是呢 分子和分母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不可以弱走去的 就是x-1和x-1 不可以弱走去的 什么时候可以弱走去? 就是当x不等于1的时候 当x不等于1的时候 x-1都不等于0 分子分母就不会有0除0的case 因为当x不等于1的时候 分子分母是0 分母是0 如果0除0 这个case是undefined的 当x不等于1的时候 y就可以分析成x加1 如果想画幅图出来的时候 我们首先画回y-x加1幅图出来 先画y轴和x轴 通常画图 这个很明显就是一条直线来的 通常你找回x-0的时候 y-1 x等于1的时候 y-2 然后画回车线 That's it 当y-0的时候 x-1 那你想画回 y-x²-1overx-1 这幅图呢 分别在于当x等于1的时候 那个function是undefined 那画的分别就是 当x等于1的时候 就画个圈给它 左手边和右手边的幅图 就只差个圈 这个圈代表是当x等于1的时候 是undefined 那现在有些复杂一点的功能 例如伏sample side x-1overx 很难拨出来的 那你如果想找回 知道 例如当x等于0的时候 它是0-0的case 那我们就想 我们有什么方法 如何找回 那一点位置 当它变成一个正常function的时候 这个我叫正常 这个就是不正常 那我们就用到limits的concept 那我们看回 刚才的图 那我先写这个 那我先写这个 tenth to 其实有个意思 就是包含了两个意义 就是 either or 其实应该是and的意思 sorry 就是x tenth to 一 負 一負的意思就是 0.999999 和x tenth to 一正 一正的意思就是 代表 1.00001 用回上面前面的一幅图去看过 那如果tenth to 一負过 就是意思是 代表我们很接近 红色这个范围 如果tenth to 一正的时候 意思就是代表 tenth to 知识这个范围 那tenth to one 就either 是红色和知识的 和红色和知识要相同数值 才可以 extenth to tenth to 1才有意义的 那详细的理论 在这里就不会讲的了 因为只不过 希望它教识 你就怎样做些题目 那这个case 里面 留意 tenth to 1是代表 x不等于1的 当x不等于1的时候 那个分数 其实可以改成就是x加1的 当x加1的时候 x 当x出向1的时候 x加1就 就出向了 等于就是2 也就是原先那个 y等于x加1的时候 当x等于1的时候 y就等于2 那当x等于x² 是减1的时候 x减1的时候 当x等于1的时候 y是undefined 但是当x趋向1的时候 y就是趋向2 x不是等于2 因为x趋向1的时候 是说x很接近1 但是不是等于1 那 那 它不是等于1的时候 你都没有过一个 确实x的数值 那你就不会画 y等于2 你只会画 y就趋向2 好了 那有少少的limit的concept 那我们就会 现在就 define 就什么为之 一个 Defensation 那就是Defensation by first principle 那我们画一条曲线 我先评论 那有一个y轴 有一个x轴 例如一条曲线 那我一点位置 那这个就是x 我旁边的一点位置 那这点就叫x加deltax delta的意思呢 就是代表一个改变 那例如这点位置 我就叫x1 这点位置叫x2 那x2-x1 就代表一个change 就是代表这个之间的阔度 那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会画到一个 是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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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位置 这点有两点分叉的点 然后将这两点呢 就连一条直线给它 那我们这里呢 就有一个叫x2-x2 就有一个叫x2-x2 那x2-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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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真的 只不过是 你随便在这条曲线上面有两点 你将这两点拉一条直线 那这个就是为之的second slope 就是这两点才有slope 那怎么找呢 就是将 这个是他们的相差一个y 那 这一点位置的时候 啊 given that function y-fx 那 那 当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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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ion 这一个 function就是x加 resposta 它的 often 那 sex 那个 那 可以 就是 对 对 data y除data x,逆跡是代表,要先把这个拆开,拆掉一下 逆跡是把fx加data x,击回fx,这个就是data y的数值,除回data x,找到second Stop 但這個不是我們叫目標來的 因為對於一個例如for example 我們現在講的一個VT圖 對於這個VT圖來講呢 Second slope是我們的FH velocity Sorry FH acceleration 那如果我用另一個例子 例如ST圖 那這個就代表FH velocity 我們想找一個Tangent slope Tangent slope就是代表一個Incentaneous velocity 因為在這個Case裡面 Telta x其實是一個時段來的 Telta x不是接近0 所以其實仍然在讀FH velocity 如果想找一個刻時間的slope 那這個就是Incentaneous velocity 那你需要找把Delta Delta 吹向吹向0 當Delta吹向0 即是代表我們那兩點很接近很接近 那是 當很接近的時候 其實可以當它是讀一刻時間 一刻維持那個Stope 那那個Stope就會變成 這一點位置的Tangent stop 而Defensiation的定義方法呢 就例如DF over Dx 或者F就是Y來的 就是Dy over Dx 就等於Limit delta x 吹向0 然後Fx加Delta x Fx加Delta x 就是拿回一刻位置 或者那一點位置的Tangent stop 就是Defensiation來的意思 那實際的操練呢 我們 我們 等我 Clear all pages 先 實際的操練呢 我們就舉個例子 例如Dispacement 是 啊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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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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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at加lt的square再加bt加lt再加c 那這個... 呃... 整長它 那這個我做得快一點而已 好,分子我們先做過 你減掉的時候,發覺就剩下 就是 如果你覺得我做了一塊呢 你就慢慢 你慢慢 就暫停先,然後再慢慢看 那你自己可以做一次再看 好,最後一步 我們剩下LT給他 錯完發覺就是b再加2at 再加回aLT 好,然後我們再做一件事 就是我們這個incentence for us 需要take個limit的 Delt出向0 st再加delt 再減回st over Delt 再加回aLT 再加回aLT 如果當ALT出向0的時候 你直接代回LT是0 那這個就變成0 最終答案就是2at再加b OK 那下一節呢就是一個 給你一些rules 那你記好rules 其實做defensation 就不用每次用這個first principle去做的 那我們下一節呢就繼續說回那個defensation 那我們下次再見 好,拜拜 拜拜